而台灣直播主晚安小基 陳能串 因為涉嫌跟阿鬧在柬埔寨自導自演 造假被柬埔寨法院判處兩年的徒刑 在花蓮大地震發生之後 晚安小基寫信回台灣 表示自己心系台灣 所以他和他的團隊也決定捐出10萬元來贈災 來信當中他表示自己雖然在柬埔寨 不過還是非常關心台灣的事 尤其知道花蓮發生地震 所以希望受災戶都能渡過難關 雖然自己遠在千里之外 但他的心依然在台灣左右 也因為自己小時候的經歷 也曾經接受過援助 所以長大之後也會幫助弱勢 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就是捐款來幫助東台灣 是他自己在獄中想到的 同時眼下唯一能做的事 因此他也請團隊協助幫忙捐款10萬元 希望大家一起為祈禱天佑台灣 花蓮強症發生之後 有不少的善心人士紛紛捐款 希望能夠盡奮心力 而拉拉隊女神李多惠更是為善不欲人知 他在回韓國前有請朋友幫他低調捐款30萬元 而我們ETtoday有獨家取得到這個匯款單 李多惠在接受獨家視訊採訪時 又談到自己為什麼會捐款 要幫助捐30萬 因為我第一次看過地震 但是這次地震很大 還有我想看看幫忙台灣 我試試看看我最好的方法是賺錢的 那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這些在地震當中的朋友們說的 你有沒有想跟台灣的朋友說什麼 台灣朋友們 台灣朋友們 希望大家平安 還有最安全 真的 而在花蓮強震發生之後 有一對疑似情侶的男女 他們跑到天王星大樓前面去拍照打卡 引起住戶的不滿 那現在網路上就出現一名男子 他自稱是兩個人當中的這名男子 而且還PO出了羽衣女的照片 他說他們兩個人是天王星的租戶 想要藉此向台灣的民眾道歉 不過天王星的主委表示 經過確認這兩人並不是天王星的租戶 該名男網友在臉書社團發文表示 寫上不好意思現在才出來跟大家道歉 他跟女友兩個人在3月24號搬進天王星 可能因為他們是成租戶 也有可能因為居住的時間不長 因此很多住戶還有管委會主委都不認識他們 再多的解釋都沒有辦法解除各位的氣氛 再次萬分的對全台灣民眾道歉 網友們看完後紛紛留言 書直接說是哪一樓哪一戶不就好了嗎 管委會不知道屋主總會知道吧 另外有網友發現 該臉書帳號是8號才加入社團 因此質疑文章的真實性 對此原波表示 他是為了發這篇文才加入的 不過天王星主委透過女兒 向我們ETtoday表示 發文的這兩人真的不是天王星的租戶 天王星沒有任何一位房東 有將他們的房子租給他們 證實該則發文為網友惡搞的反創文 而花蓮強震導致天王星大樓倒塌傾斜 當時第一個抵達現場的 就是花蓮分局的警官彭順熙 他除了緊急疏散附近的車輛以及民眾 也與趕來的第一組消防人員 一起來營救受困在大樓的住戶 而成功救出了四位民眾 他事後謙虛的說 民眾有難不能不管 這可能與警察魂有關 而且當時只想讓傷亡簡直最低 我第一時間基於就是 怕民眾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所以趕快要去告知他們 讓他們不要受到二次傷害 三日花蓮發生強震 地震當下 花蓮分局第一組組長彭順熙 與警衛隊警員黃星葵 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 兩人立刻疏散車輛及百姓 配合消防局救難人員 下起長梯洗手合作 成功救出四名受困民眾 彭順熙事後謙虛的說 當下自己也沒有想那麼多 或許和警察魂有關 讓傷亡簡直最低 經歷過0206這個大地震 這個災難之後 那讓我參與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讓我深深也有感 所以第一時間會立刻衝現場 那其實需要救援的人 他是非常無助的 那只能靠我們這些來幫忙 花蓮七點二強震今天邁入第七天 不過這幾天依舊是餘震不斷 昨天還出現規模5的餘震 對此氣象署表示 目前規模5以上的餘震已經有28起 未來個月內餘震的活動依舊活躍 而且不排除還有規模5以上的餘震 因為規模這個7點2的地震呢 它的餘震的時間可能會相當長 所以也不排除在這個 未來還是會有規模5的餘震的發生 所以請民眾自己要注意一下 一些防震的措施 餘震的至少一個月之內呢 餘震的活動還是會蠻活躍的 那也可以看這個地震的主持變化的話 大概昨天的6點以後到現在1點 就只有一個規模5的地震 它的頻率其實已經比之前的也降了 發佈地震的次數也一直在降 所以這個地震目前看起來是有趨法的 那這個是到目前1點56分的餘震的總計 就是規模5以上的地震總共有28次 這不含主證 然後目前為止已經有749分 台中今天驚傳有一對情侶吵架 沒有想到男友竟然要求女友朝自己 泼汽油而且要點火燒他 這名女友也真的就這樣做了 導致男友全身起火 有68%的手躺傷 台中市西屯區今日上午驚傳情侶吵架 衝突之際女方進朝南方 泼汽油並點火導致兩人受傷 據了解34歲的謝忻女子手部受傷送以搶救 但被泼汽油的41歲理性男子傷勢嚴重 全身包括肚子臉部胸部等多出約68%收躺傷 送台中榮總搶救 因為口角發生糾紛 並且要求這位理性女子去購買機油 理性男子要求 這個他的女朋友在他身上潑灑油漆 並且這個謝忻女子也這樣造作 並且點燃火勢 相關的雙方犯險我們都藉戶就醫 並後續依法來公共危險罪來偵辦 根據了解這名男友平時就是治安顧慮人口 而且有毒品的相關前科 現在他的身份也已經曝光 建議人是日前撞死戲品工程師的刁研二男 機車停等紅燈 卻在後方白色汽車無減速追撞 拖行至少20公尺 台中市西區12日清晨 一名39歲成型工程師準備到中科上班 汽車行進一出路口停等紅燈時 卻在後方一輛白車無減速追撞 城南連人帶車被拖行至少20公尺 當場無呼吸心跳 而招式駕駛正是走坡汽油的理性男子 事發之後 李南卻站在旁邊和朋友聊天說話 便吊咽便簽名 對著機車直直點點 似乎事不關機 印發網友踏發 而李南也在3月15日被警方具體盜案 任志腳被移送地間數 建方裁定30萬元交保